聽得到聲音嗎 老闆有用過他們家的 衛生臉嗎 哈囉我是小賴 歡迎回到賴聊聊 今天我們來聊獅子巾 沒錯今天要來做獅子巾的評測特輯 除了我們公司年度熱賣的代理款式之外 這一次我們還準備了連鎖藥妝通路 都買得到的大品牌獅子巾 老闆平常會用獅子巾嗎 當然會用啊 獅子巾是生活中的一個必需品 老闆你最在乎 就是你使用獅子巾最在乎是哪些 我覺得濕潤度跟它的抽取狀況 厚薄度我覺得這都是蠻重要的 但如果說你們一個我最在意的 那就是抽取 因為我最怕那種一抽起來200張這樣子 我們今天會評比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濕潤度嘛 那第二個就是很多使用者最在乎的順手度 然後第三個就是厚薄度 先讓大家看一下這第一個是好奇 我喜歡低調有質感 但是這個就顯得比較虛話一點 好啦搞不好很多觀眾喜歡比較虛話一點點的 標榜加厚型 但是加不加厚也不是他說的算 是我們平了才算 先插在手上給他一個濕潤度的分數 滿分是10分 先給大家看一下 厚度感覺上是OK的 難怪他寫加厚 這個是確實是有一定的厚度 大小張也還OK 試試看他的濕潤度如何 濕潤度我覺得還不錯 這個濕潤度我大概個人給7分 7分 對我覺得濕潤度是還可以 那你剛剛在抽的時候他好抽嗎 抽好不好抽 要多抽幾張才知道 馬上試試看 嗯 哦 我覺得這個順手度基本上可以給到9分吧 因為這個順手度基本上是沒什麼問題的 比如說我剛剛包著一個包包到旁邊 那我這樣抽抽抽 就可以單手這樣 號稱加厚是不是 好 那我們拉扯我大概3秒鐘好了 就用正常的力道這樣去拉扯 喔 好像還好 是好不動哦 表示這個不織布基本上是還蠻韌的 它是不太容易被拉扯到的 這個厚薄度如果這樣拉下來的話 我覺得基本上也到9分 好奇 很強韌 再來是第二家 康乃馨 老闆有用過他們家的... 衛生棉嗎? 整個包裝就充滿著康乃馨的感覺 就是紅紅的 我自己覺得是小俗氣啦 馬上來試一下濕潤度如何 好像不太好抽 比剛剛大張一點點 比較大張 比起來好像薄度也比較薄一點點 薄一點點 待會可能試一下才知道 我們先試一下它的濕潤度好了 濕潤度我們來看一下 濕潤度我覺得蠻OK的 我覺得基本上大概有8分 抽一張跑出來了大概... 抽過半張吧 順手度我大概給7分 試一下它的厚薄度 兩邊一樣會拉扯3到5秒之後 明顯很好拉 我只輕輕拉而已喔 那就這樣 很快它變成了衛生棉的形狀 亂說衛生棉的形狀 厚薄度我覺得算是一般啦 我個人覺得6分 6分 一般 對 因為這個拉扯狀況 整體分數6分 再來是第三家 雅之梅 雅之梅 對 各位看一下 我覺得最大優點是有蓋子吧 這個蓋子部分的話 有可以這樣子打開 那我就會比較方便保存 包裝上我覺得也算是漂亮吧 但一樣80周 就好像比較小包一點點 這部分的話 我們也馬上來試試看吧 試試看溼潤度如何 我先看紙張 大概中等大小吧 不會特別長也不會特別寬 算是比較薄一點點 看不太過去 但是依稀看得到鏡頭 試一下溼潤度 這個基本上8分 如果在插寶寶的屁股啦 或是說一般 廁所使用啦 或是說一般 擦拭的話 我覺得都很費用 我給你那個抽取的速度9分 看來平常是 有很快速在進行一些連抽的動作 哎呀 拉起來的話 基本上 欸 兩張出現了 欸 不是我冤枉他 兩張出現了 會連抽 我覺得基本上就不太行 5分吧 不及格 這個應該是有使用太難之分 可以快速抽兩張牌 拉拉看 就馬上來試一下 哇 輕輕拉 即便行 不行不行 真的太破了 真的太破了 他現在已經變春聯 紙張的部分跟厚保度 拉扯 5分 第4家 奈森克林的 水滴甲 包裝的話中規中矩 90抽的 目前最多抽 那也要沒有蓋子 那我們試一下吧 那克林是不是 好像一般通路比較沒有太賣 好像網路比較多 這個好像一般通路賣的比較熟 我記得幾乎都是電商平台 濕潤度 濕潤度試一下 喔 這個 很濕喔 你很喜歡 很喜歡 濕潤度給10分 10分 10分濕潤 滿分出現了 10分濕潤 如果你喜歡超濕的 選耐森克林就對了 好吧 選水滴甲 抽取什麼 也是給他抽個幾張 看你的喜歡 如果你喜歡抽很多張的 你可能會覺得 整體來說 我覺得抽取的部分的話是 及格的 沒有分吧 馬上試試看 拉扯 看一下厚薄度 這個5分 下一家是可愛的 滿意寶寶 這個好像市面上是不是比較多 純水 無酒精無香精 輕鬆抽 80抽 上面也寫加厚 濕潤度馬上來試一下看看 濕潤度我覺得基本上還OK 抽抽看他的順手度 好 順手度 馬上試一下 畢竟他是媽媽愛用款 媽媽愛用款 是不是 有時候我現在抱著一個寶寶嘛 對不對 那我可能就這樣子 是不是很良好 都沒有連抽 頭都露出來 我覺得這是10分 很完美的抽取狀況 那最後一關 這個布置布很OK 這布置布很OK 這布置布非常的好 果然是滿意寶寶 滿意寶寶 我覺得這基本上可以9分 很可以 很OK 滿意寶寶 有點太高分了 商品不說我沒有壞這一款 碟 嬌嬌嬌嬌 這算大品牌嗎 超大 超大品牌 左手拉開 右手抽取 我覺得這設計還不錯 濕潤度如何呢 馬上試一下 濕潤度如何 應該是目前裡面 我覺得 最乾的 濕潤度大概只有5分 5分 對 因為它真的不是特別的濕潤的款式 含水量比較低 含水量比較低 抽取度 試看看 來 1 快抽 完全沒問題 這個頭也是會露出來的 所以基本上 我們這得到一個結合 通常後面有小朋友的 他在這個抽取度上會比較順手 我覺得 而且會可能有設想到媽媽的持有需求 這個抽取度我個人覺得也是10分 認度也都很OK 基本上沒什麼太大延展 所以這個基本上紙張的紙質質地是不錯的 8分沒問題 這款是肯尼式 一樣是標榜純水無酒精無螢光劑 一樣是80抽 可是感覺上好像沒有那麼厚 這個優點是有鈣質 這個優點很重要 它是第二家有鈣質 剛剛好像是雅兹美 雅兹美 那之後就是這個肯尼式 是有鈣質的 對啊老闆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大品牌可能都沒鈣質 對 目前看起來是這樣子 我覺得有鈣質 其實對於消費者來說吸引力大很多 沒錯 我一定要有鈣質 後面用膠帶 它後面都會不黏 然後裡面的那個獅子已經會乾掉 大品牌可能這成本不想花這個部分吧 就我們公司在銷售部分的話 有鈣質的銷售其實是真的好蠻多的 濕潤度測試 好 對 可以給觀眾看一下紙張 我覺得看起來 入測是覺得好像薄一點點 馬上測試濕潤度 濕潤度我覺得非常OK 有個九分 很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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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感覺上手上是帶有濕潤水光 抽取水手度就要馬上要試一下才知道 很尷尬 偶爾順偶爾不順 偶爾順偶爾不順 對 所以這個順手度我個人覺得就不能說及格了 5分 來拉扯 這個看起來蠻容易破的感覺 5分吧 也是難稱及格啦 這家是優生 以為是120抽 實際上只有80抽 超大一包超厚超重 綠色的設計 我覺得算蠻好看的 馬上試看看 優生 濕潤度 來濕潤度測試 他沒有我想像中的大張耶 我以為那個大包那很大張 沒有到特別的大張 也不是算小的 馬上試一下濕潤度如何 濕潤度我覺得沒有特別濕潤 可是也不會說到不及格的地步 6分 嗯沒有特別濕 抽取部分 開始 抽取 哎呦 才有耶 我自己覺得還蠻OK的 修編商 可是我個人 會覺得露出一點點會更好一點點 所以這個我會給8分 看起來超大超重的一包 欸欸欸欸 也是會 也是會變形的喔 他看起來密度沒那麼薄 結果他一拉也是 也是會開 對對對 這跟他不織布有關係 個人覺得這部分是7分啦 對比起剛剛的那些 絲毫不動的 沒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這個算是一個很不錯的絲技能 濕潤的寶寶 等大家看一下 那他的 我覺得包裝上是蠻可愛的 帶也是嘉浩琴 80抽 不要綁超純水 EDI跟RO 多重進化超純水 紫外線殺菌處理 濕潤寶寶 目前在市面上好像也不到特別多 其實是買得到的 網路上好像也買得到 馬上來試試看看 濕潤度 濕潤度如何 我覺得濕潤度是非常OK的 我覺得8分 有些時候可能不想那麼試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好的選擇 大概在露出一半 所以其實是蠻好抽取的 我覺得這順手多 基本上它也是10分 拉 哎呦 無故於衷 哎呦 哎呦 不愧是森林之王 聽得到聲音嗎 這也是10分喔 我覺得這個非常良好 它是雙冠王耶 你給它兩個10分 我覺得它這個非常好 水管是靜心 這個好像是比較新的產品 他們公司主要是做口罩的 最近也有推出濕紙巾 好處是有蓋子 它是可以這樣打開的 包裝我覺得算是清新好看 對 就是不會覺得慫慫的 也是80抽 標榜加厚款 濕潤度如何 外貌看起來是不錯啦 不能只看外貌 其他東西也很重要 它有點不太一樣 對 觀眾看一下 紙張大小我覺得是很正常的size 這它上面是 這是什麼 螺紋 會增加它的一個潔淨的效果 因為它是有顆粒狀的 會增加摩擦度 擦起來的感覺 跟濕潤度如何 濕潤度 沒問題 9分 濕潤度是很夠的 而且我已經插了這麼多下 基本上它紙張還是很濕 馬上來給觀眾看一下抽血狀況 是不會露出來的 新型選手 基本上是不會露出來的 單抽單抽 之後也不會有連抽的狀況 都是很好的出來一張 8分 看起來厚度厚的是不是 拉著收難度 拉的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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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面型的幅度不會到很大 大概就到這樣子了 我基本上是給到8分啦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開箱 總共10款的獅子巾 今天這樣測試下來 老闆你自己有最喜歡哪一款嗎 我個人覺得 測下來兩款都很不錯 滿意寶寶也不錯 獅子寶寶也不錯 但如果說選一款最喜歡的 我會選獅子寶寶 它的包裝上更可愛一點點 雖然說都是沒有蓋子的 但基本上在濕潤度 在抽取 在厚薄度 選一個我心中第一名 我選獅子寶寶吧 對 就是 但是前幾大家都沒討論價錢的進行之下 好 這就是我們選出來今天的 最合適 就不管是寶寶的部分使用 還是一般人的獅子巾使用 我覺得它都能夠符合需求 好的 那今天我們的獅子巾 市面10款評測 就到這邊結束了 那希望說 對大家購買獅子巾的使用 是有一個很大的幫助 那喜歡我們的節目部分 也麻煩幫我們 訂閱按讚分享 小鈴鐺咬起來 就到這邊了 下次見 掰掰